美電台主持人林寶夫的 當法律系女學生傅陸克 在美國國會要求政府 幫學生付保險套錢時 右派電台主持人林寶夫 痛批傅陸克是個傅陸 林寶夫可贈的批評 冒犯了許多不同政治派別的人 包括名律師奧瑞德 連廣告商也秒受散 趕到經濟上即將面臨腫境的 林寶夫趕緊道歉 但即使如此 主流媒體仍繞著林寶夫 重追猛打 不過其他煙霧女人的左派名人們 卻敲搖在媒體的偵測外 比如民族主義派的脫口袖子持人 迪爾瑪赫是花花公子豪宅的場客 這幾年來他發表過數次侮辱人的言詞 但都逃過一劫沒被大眾批評 他的脫口袖同償路易斯希克 卻沒那麼幸運 無論如何講到後來這些 與不驚人死不休的名嘴 不都一樣嗎 快來訂閱我們的頻道